大家好 这个就是Windows7电脑 Windows7电脑 而Windows7电脑 也可以安装这个 微软Windows10 最新发布的这个 EDG 这个浏览器大家看 这个就是EDG EDG浏览器 EDG浏览器 大家看 这个浏览器 不过打开之后大家看 把双击打开 虽然是Windows7 双击打开之后 虽然可以安装这个Windows10 这个浏览器但是打开之后是白屏 大家看什么都没有 出现这个白屏 无论怎么操作 无论怎么操作它都是没有用的 右键什么的 什么的全部都没有用 这些都没有用的 大家看出现这个白屏现象 有个感觉不兼容似的 它其实是兼容的 比如Windows10这个网络浏览器 有很多的优点 例如可以支持加载插件 有些支持插件 还有可以访问这个谷歌商店 可以访问了Google 谷歌那个网上应用商城吧 网上应用商店 但是它打开之后就是白屏 白屏它出现这个情况之后 大家需要重新启动一下 计算机 大家看点这个 点这个重新启动 点重新启动 大家看我重新启动了 重新启动之后 然后按住F8键 索尼电脑按住F8键 这来关键大家看 按住F8键不要动 它进入安全模式 它一定进入F8键 索尼电脑都是F8键 进入安全模式 大家看这个是非常有效的 按F8键 尤其对于咱们的内地的网民非常重要 F8键 大家看 F8键 按着F8键进入安全模式 大家看看到没有 第一个就是安全模式 选第一个就可以 网络安全模式 这个不要选 带命令提示符的安全模式 这个也不要选 这三个只选第一个安全模式 点ENTR键 点这个键 大家看 点这个ENTR键 点一下兴趣 大家看 正在加载 稍等前科 正在加载Windows锁门键 加载Windows锁门锅 加载完之后 要稍等一下正在进入 欢迎正在进入 欢迎正在进入欢迎见面 大家看 进入到 这个就是安全模式 上面写的安全模式 点这个插上 点这个插上 把这个关闭 好关掉了 然后从安全模式 这里面点进去 大家看 从安全模式点进去 这个这个软件 大家看 这个EDG EDG软件点进去 双击点进去 双击稍等一下 就进去了 大家看 哎 进去了 大家看 只要进到这个页面 就算成功了 无法访问此网页 因为这个 是安全模式 是不能访问 是不能联网的 所以说 只要进入这一面页面 它只要不是白屏 就算成功了 就算成功了 大家选择这一页 然后大家选择最右边 最右脚 这个三个点 大家看到没有 三个点点一下 左键点一下 然后再选择 继续往下翻 一直滑到最下面 大家看到 下面有个设置 设置 有个设置 点设置 左键点一下设置 点一下设置 设置是吧 点设置之后 然后再点设置 左边这个 左边这个 下面有非常多选项 非常多的选项 大家选择系统 大家看 往下拉一下 有非常多 大家看 有非常多的 大家选择系统 等一下 大家选择系统 点一下系统 点一下系统 这上面有一个系统一栏 大家看 系统一栏 有一个关闭 ED机 关闭微软 ED机后台运行的 你看大家看 关闭这个浏览器之后 继续进行 后台应用程序 这个关掉 大家看 右边是提示的是开着的 大家也把它调成灰色模式 关掉 大家看 已经关掉了 这个最最重要的 就是第二个 使用硬件加速 如可用 使用硬件加速 这个也把它给关掉了 大家看 这必须把它给关掉 好 大家看 快关掉了 这两个关掉之后 大家看 这两个关掉之后 然后再退出这个浏览器 然后再退出 大家看 然后再退出 退出之后 然后再重启电脑 就可以进入这个 大家看 然后再重启 重启电脑 再重启电脑 崩逐 珠 ez细 安全莫 selon一下 重启电脑 正在一起等曼陀斯 大家看这又再次进入windows界面 这个就是正常的界面 不是安全模式 大家再点左键进入EDG浏览器 大家看EDG温室浏览器 EDG温室浏览器 双击 大家看不再是白屏了 这直接进去了 这就算成功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就成功了 不再是白屏了 它这个浏览器最大的特色在哪里 大家看 还是在这里 大家看点这个 点设置 还是点右边的三个点 大家看 三个点点进去 然后选择扩展 应用下面有个扩展 大家看 扩展 拆 扩展 大家看 点扩展 点下扩展 左键点一下 点扩展 进入到这页 大家看 这是浏览器最精华的部分 大家看 以安装的扩展啊什么 大家可以搜索扩展 然后 然后 然后大家点这个 获取 大家点这个 获取 一滴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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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键点一下 获取 这就是点入这个 微软的网上应用商城 这个是最精彩的部分 大家看 这里面非常精彩 大家看 这个浏览器最 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扩展 大家看 它这个是应用商城 一滴机 外接程序 微软外接程序 这里面 大家看 非常丰富的插件 大家看 非常丰富 大家看 最热门的 还有生产力工具的 什么的 非常多 大家看 非常多丰富 非常丰富的插件 当然这里面 最核心的这里面 大家看 可以搜索的 搜索的这些 大家看 VPN 大家看 VPN 大家看 上面就可以搜索到 有非常多VPN的 大家看 这是最精华的部分 这个浏览器最经典的部分 就在这里 大家看 34个扩展 可以搜索到34个 大家看 非常多VPN 当然这里面 最核心的部分 也不在VPN吧 也还在这里 它可以访问这个 谷歌 应用商城 大家看 我搜索一下这个 谷歌应用商城 谷歌 谷歌放文助手 大家看 谷歌访问 遇到了谷歌翻译的时候 或者是点访问注释 或者搜索CHOME 来看这个 它是这个 我只是这个CHOME 这个浏览器 这是谷歌的 这个就是谷歌浏览器 大家看 进去了 那就是谷歌浏览器 好 这个反应有点慢 大家看这个插件 插去扩展程序 这就是扩展程序在里面 扩展程序 然后选择更多工具 大家看 选择更多工具 选择更多工具 然后选择更多工具 然后选择扩展程序 然后谷歌访问助手 就这个 大家看谷歌访问助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款软件 非常重要的一款软件 谷歌访问助手 大家看这个 这里面也搜索 大家看 这个是微软的浏览器 一滴机 大家看这里面就有 一滴机这里面外的程序 就有谷歌访问助手 大家点获取 点最右边得获取 点获取 谷歌访问助手 大家看 谷歌访问助手 当然还有一个 iqq谷歌访问助手 这个也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这两个都可以 点添加道 大家看 这点左边的这个 点添加道 总共是有两个扩展 大家看 总共是有两个扩展 等会他就自己添加了 下载完之后 他又自己添加了 好 大家看 成功了 我访问已成功安装 大家看 然后点锁键 点进去 然后选择第三个 免费访问 大家看 选择第三个 点这个 这就是最精华的一部分 大家看 大家看 他这个插件 可以 可以访问的谷歌 谷歌的网上应用商店 大家看 看到网上应用店 网上应用店 就这就成功了 大家看到没有 就这成功了 大家看到没有 大家看到 是吧 这已经里面有很多的应用程序 大家看 里面非常多 里面这有个网上应用商城 网上应用店 大家看 里面非常多的应用店 应用软件 叫插件 叫插件吧 应用插件 大家看 都可以安装的 都可以再次安装的 非常适用和方便的 当然 当然这款软件 它不支持着CRX格式 它这款软件不支持CRX格式 进行相入 行 再次就到这里吧